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谷尬聊 简单生活 做做饭 唠唠嗑 简单幸福 没谁了 我们今天来做个酸菜扣肉 这个肉先给入水焯一下 焯基本就熟了 然后加一点酱油 加一点老抽 这个颜色 要白不吃辣都不好看 老抽可以稍微兑换一点 就当酱 这个颜色比较好看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好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碗里面 把它摆上 这样一块块给它摆上 然后把酸菜炒一下 今天我们是弄酸菜 所以用一点点灰油 就是用猪肉熬出来的这种油 好 好 我们今天用的料就是姜 葱 冰糖 然后 两个八角 加一点花椒 我们还看到这里面还有油汁 好 现在把这个放进去 猪肉熬 放进去 好 肉汁 把酸菜蘸一点 烟熬 手 很厉害 这个厉害 加一點五香粉 加一點五香粉 再把刚才翻那个肉的时候用的这个酱料 这个酱料好脱 再加入一点蚝油 加入少许盐 我们现在把这个酸菜盛出来放在那个肉里面 然后上锅蒸15分钟 好冷水下锅水开以后蒸15分钟就可以了出锅了 好15分钟到了 我们看到这里面已经出汤了 我们拿出来以后扣到碗上就可以了 好一盘香喷喷的酸菜扣肉就做好了 我们把它拿上桌去吧 喜欢小谷的朋友们可以点击订阅收藏哦